李治为何把亲妹妹以皇后里下葬,千年之后谜团揭开,竟然是如此不光彩的原因? 这里是小豆之历史,订阅我,小豆之带你探索更多神秘的趣味历史。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一个偶然的机会里,李治皇帝昭玲正在经历修缮时,考古学家们意外地揭示了李治的亲妹妹新城公主的墓穴, 令人惊讶的是,这位公主的墓穴的规格和皇后的墓穴等级相似,这在历史上是相当罕见的。 更令人惊奇的是,墓穴壁画中,众多的侍女们的面孔居然被故意地破坏掉了。 看上去,这些侍女的图画似乎是被人为蓄意破坏的,这无疑增添了新城公主生活的神秘色彩。 那么,这位公主身上藏有何等的秘密,使得她得以享有和皇后相同的葬礼。 新城公主出身于唐朝皇室,她是唐太宗李世民的三女,也是李治的同母妹妹。 李世民的前两个女儿不幸早逝,这使得新城公主自幼便得到了父亲的极度宠爱。 与宫中其他的庶子庶女相比,新城公主的生活如实如画,八岁那年,她便被封为恒山公主,恒山是中国的五月之一。 当时的唐朝通常不会用山的名字作为公主的封号,但李世民为了宠爱新城公主,打破了常规,给了她这个封号。 然而,女儿总是要出嫁的,新城公主自然也不例外,为了让新城公主有个良配,李世民在她九岁的时候就为她选好了家偶,这个人就是魏征的儿子魏淑玉。 魏征是李世民的老朋友和良辰,她在唐朝初期的地位举足轻重,她的儿子魏淑玉是新城公主的青梅竹马,她不仅相貌堂堂,而且才华横溢,两家联姻可以说是天作之合。 当李世民将新城公主嫁给魏淑玉的时候,魏征已经病得不能起床,有一次,李世民带着太子和新城公主去看望魏征,他对魏征说,玄城,睁开眼睛看看你的儿媳吧,但是那时的魏征已经没有力气起床行礼了。 综合以上的描述,我们可以发现,新城公主的人生充满了宠爱和神秘,也让我们对她的墓穴中发现的秘密充满了好奇。 在新城公主的婚礼,准备工作刚刚开始的时候,魏征便离开了人世,按照常理,新城公主应该能顺利地融入魏家,享受幸福的生活,然而,事事无常,生活总是充满了变数。 就在魏征去世后的不久,两位朝中重要人物侯军吉和杜正伦意外地涉及到了一起谋反案件中,由于魏征曾经向李世民推荐过他们,李世民于是将愤怒转向了已经去世的魏征,并因此,新城公主和魏淑玉的婚事也随之宣告取消。 失去了魏淑玉,却还有世界上其他的好男人,随着岁月的流逝,李世民感到他自己的日子已经不多,他因此更加急切地想为新城公主找到一个满意的丈夫,经过一番精心的挑选,李世民最后选定了长孙家的长孙权。 长孙权,这个名字在唐朝的朝堂上响亮无比,他是重臣长孙曹的儿子,他和新城公主都是才子家人,两家门地相当,这对夫妻简直就是天造地设。 李世民去世后,李志登上了皇位,他依照父亲的遗愿,让新城公主嫁给了长孙权,从此,新城公主正式获得了新城的封号,还得道了五千户的十亿作为新婚的礼物。 新城公主和长孙权的生活非常美满,他们的和睦生活在朝堂上传为佳话,他们的日子情色和谐,是朝中人人都想模仿的模范夫妻。 在与长孙权的日子里,新城公主过着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然而,这样的幸福并没有持续太久。 就在新城公主和长孙权结婚没几年,长孙家因为皇后的位置与五妹娘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斗争,这场斗争以长孙家的失败而结束。 他们被冠以谋反的罪名,全家人都遭到了杀头的处罚。 按照当时的法律,长孙权也将被处以死刑,但是由于新城公主的祈求,理智特赦了她,改叛她流放到西州。 这段历史,可以说是新城公主人生中一段波澜壮阔,情感复杂的旅程。 从嫁给魏淑玉的期待,到婚事的取消,从新的婚约,到与长孙权的幸福生活,再到长孙家的覆面,这些都构成了新城公主的生活,充满了爱,失望,希望和悲剧。 西州,坐落在现今昆明的南部,那是一片荒芜而偏远的地方,高山深谷,崎岖而漫长的路途,新城公主的眼里充满了哀伤,目纵着爱人的身影,在视线里慢慢消失。 然而,她并没有陷入绝望,因为她坚信只要她活着,他们就有重逢的一天。 然而,长孙权的命运却并未如新城公主所期待的那样。 在路途中,五妹娘派来的刺客,取走了她的生命,新城公主的最后一线希望,也随之破灭。 长孙权离世,新城公主成了寡妇,她年纪二十五岁,正是风华正茂之年,却因为亲人的去世,生活沉浸在阴郁与悲伤之中,理智无比心痛,于是决定在为妹妹找一个理想的伴侣,希望能够驱散她心中的阴影。 在理智寻找新的候选人的过程中,东阳公主向她推荐了一个叫维正举的年轻人,维正举,出身名门望族,是当时的翘楚之才,只是在朝中的职位尚未达到很高的地位。 为了让她能配得上公主,理智特别提拔了她,将她一路晋升制政三品,可以说是一夜之间步入朝廷的高层。 李智曾寄望于,为正举能陪伴新城公主度过余生,让她有个幸福安宁的晚年,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可能是因为长孙权在新城公主心中的位置无法被替代,新城公主一直无法接受为正举,婚后的她们经常出现矛盾,甚至有传闻说为正举对待新城公主不敬。 这场痛苦的婚姻最终以悲剧收场,622年的冬天,一直患有忧郁症的新城公主因病去世。 年仅29岁,新城公主的突然离世让李智感到无比的痛苦和愤怒,加上之前的谣言和传闻,她将所有的责任都归咎到了为正举身上,在一次发泄愤怒的过程中,她下令将为正举处死。 尽管有人曾猜测新城公主的死可能与为正举有关,但这种推测并不能解释李智为何会在之后选择让新城公主和为正举同葬。 最有可能第一解释是,新城公主是因为常年的思念与抑郁症状,以及身体的虚弱不堪,最终走完了她短暂的人生,而为正举,她的成功与她的妻子。 新城公主是分不开的,因此即便她并不爱她,她也不会去谋害她的生命。 真正让新城公主的人生悲剧化的,可能就是她的兄长李智,正是李智过分宠爱和纵容五妹娘,才导致了新城公主的丈夫长孙权遭受不测,留下了她独自守寡的悲哀。 新城公主去世之后,或许是因为对她的愧疚,或许是为了抚平自己内心的罪恶感, 李智以皇后的礼仪为她安葬,并特别命令毁掉墓壁画中所有侍女的面部,以此作为对她们未能护佑新城公主的惩罚。 新城公主的一生结束了,虽然她以妃子的名义与为证据合葬,但她内心深处最真挚的爱却是长孙权,那个远在千里之外化为魂魄的男人。 李智对新城公主的悼念可谓痛心疾首,她惩罚了驸马,责备了侍女,她为她举办了一场规模浩大的葬礼,并以皇后的仪式来举行。 然而,这一切都无法弥补新城公主曾经所受的痛苦,对于已经去世的人来说,所有的补偿都是无意义的,只是无尽的悲痛和惋惜。 李智之所以会处死自己的第二任妹夫,是因为其没有照顾好她的妹妹,可导致她妹妹死亡的元凶实际上是她自己,很多人可能会以为新城公主之所以会抑郁,主要是因为第一任丈夫的死亡,但更大程度上因为兄长对自己丈夫的无情。 虽然不能证明长孙权一家入狱是李智的构陷,但是其陷入谋反罪名之后,尚未查清,便将其流放,并在途中将其杀害,一定与李智脱不了干系。 李智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忌惮长孙家的势力,但她在筹谋对付长孙家的时候,却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妹妹的感受,都说罪是无情帝王家。 如今看来,帝王家的无情并不仅针对外人,更包括身处在帝王家的每一个成员,李智为了铲除长孙家,不惜将自己的妹妹嫁过去,降低长孙家的戒备。 长孙家作为有权势的大家族,早已经成了李智的目标,可李智却从未和自己的妹妹透露过一点。 也许在李智的眼里,妹妹对长孙权的真心,也是她计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身为帝王。 李智这样做,有效地打击了门阀势力,可作为兄长,这样做实在是太过无情,也许她也意识到了自己身为兄长对妹妹的亏欠,才会在长孙权死后大力弥补妹妹,可这样的弥补实在是亡羊补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